每年夏季,都是CBA朱强一兵摸马,疯狂演员的时期。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,辽兰年用去年阵容,拎了那具赢球的球队不做调整的老话,将月亮桥纷纷重金演员,大有卷土重来之事。 CBA自大家族之中,要说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数至江广煞,作为上赛季的CBA总决赛球队,非带在演员上毫无动静。 更令人配以所思的是,还是签了上赛季的软大外人,伯洛西斯。 你说这该从何说起,上个赛季,广沙南篮放弃了劳摩加好人的霍尔曼,转而从欧洲市场找到了伯洛西斯,常规在阶段,伯洛西斯场均17.1分10.9篮板,这样的表现也算中规中矩,然而,进入季后赛后,他的各项数据出现下滑。 到了CBA总决赛,伯洛西斯场均只能得到12.0分和9.8篮板,更要命的是,伯洛西斯在总决赛上大打养胜篮球,长期飘在外面投三分,把内线的一亩三分地,拱手让人,免对韩德军和巴斯。 35岁的伯洛西斯,既软弹球风暴露无疑,尚才记得了这种决赛,恐怕连辽宁队自己都没想到,李春江的广沙队这么不抗受,辽宁队以摧酷拉朽之势,击败广沙蓝蓝,最终站在了CBA领奖台上,而回顾这场总决赛较量。 广沙除了在球队底蕴,板凳深度等方面玩玩聊蓝蓝蓝,其实几乎所有人都明白,广沙的大外人实在是太水了。 然而,出乎所,有人意料的是,广沙却在这个夏天迅速续约了伯洛西斯,有人说广沙没找到更合适的大哥,也有人讲是俱乐部闹中羞涩,只能小本精英凑合着用用,续约伯洛西斯等于放弃真冠, 这是局外人都明白的道理。 那么问题来了,作为奇怪教头的李春江,难道看不出来? 显然不是,在球队本赛季账贯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,李春江为何默许了俱乐部的这项操作?这里面扩存有一定玄机。 众所周知,蓝蝎近日出台,了针对外人的改革新政,其中一点就是增加了球队外人更换人次。 球队在赛季前可以更换两次外人,在常规赛中可以更换四次外人,在季后赛中可以更换两次外人,一个赛季拥有八次更换外人的机会,其中包括赛季前两次。 这也就意味着,李春江从现在开始,随时可以利用这一新政更换外人,广沙南来匆匆牵下伯洛西斯,并非手头紧张,即有可能是在没找到心仪的大外人。 而一旦有了新的目标,李春江断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,一定会果断出手做出人员调整。 这一点,非常符合李春江不甘落后,权力争先的个性。 字幕志愿者 李春江不甘落后,权力争先的个性格。 字幕志愿者 李春江不甘落后,权力争先的个性格。 字幕志愿者 李春江不甘落后,权力争先的个性格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